本期视频妆容呢就是脸上这个成本低但品质不低的种下现代节日妆容 又名夏天去音乐节时我会化的温和妆容 此妆容呢必须需要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服贴不脱妆温和美丽 OK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本期低成本的视频 首先呢隔离用到的是VDVC的隔离 带有防晒素质SPF30PA两个加 那这款隔离质地呢是这种淡粉色的乳液状 涂开之后呢是一个比较水润的质地 带一点微微的珠光 这样呢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光泽感 这次的妆容呢多加了一个妆前 是为了让后续的底妆更服贴也更有光泽感 那这次呢就先上遮瑕再上底妆产品 用到的遮瑕呢是Handskin遮瑕 这款遮瑕呢算是一款比较水润 但是遮瑕力同时也比较强的一款遮瑕膏 我遮瑕的话主要就是在黑眼圈 还有鼻翼暗沉的地方 少量多次的用海绵担子给拍开 眼下肌肤呢非常的娇嫩 尽量不要出现搓揉拉扯的动作 那去音乐节玩的话就需要选一款不容易脱妆的底妆 否则到时候大家都在主舞台释放激情 然而脱妆的自己呢就只能躲在角落偷偷的补妆 底妆呢选择的是Handskin的BB霜 质地是比较轻薄的很好推开 用到的美妆担子呢提前用水全部打湿 再挤干水分湿湿 但是不是湿漉漉的美妆担子 用来上妆呢会更服贴 粉底和遮瑕呢我都会使用拍的方式去上妆 整个底妆上完后的妆感呢是水光奶油肌的感觉 但其实呢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特别水光的妆面 所以后续呢会用一个雾面妆感的定妆粉去定一下 选了这款VDVC的控油散粉 考虑到夏天的音乐节太阳下暴晒 出油量呢应该是会比平时增加的 所以选择了一款控油散粉 那我呢会用刷子戳在脸上的方式 去代替用刷子扫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也会让整个底妆更加的持久 这款散粉完砖 完砖 完妆后的妆感呢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雾面的妆感 而且呢可以让整个妆容更加持久 眉笔用的是这根形状比较独特的 月诗风吟的眉笔 这根眉笔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不好上手的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防水性真的超级的好 而且颜色呢也非常的坚固 坚固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只要等这个膏体干了之后呢 再用棉签去改装 几乎呢就是没可能的了 眼影盘是来自月诗风吟的七色眼影盘 先用这颗哑光的棕色呢 扫满眼窝 再用这颗哑光的红棕色再眼尾熨染 再用小刷子蘸取这个棕色 画一条长长的温柔的魅惑眼线 用左上角的这个膏光色呢 扫在眉鼓的上下两边 还有颧骨上呢也可以来一些高光 来增加光泽感 再用下边这个看似血红 抹开却变身嫩红色的唇膏 涂满整个嘴唇子 最后用到的这个腮红呢 是月诗风吟的马卡龙腮红 这次呢我打算把腮红 用在这个眼下的位置 顺带呢加上鼻子 这样横着一条过来 其实呢就和晒伤妆的腮红差不多 那在烈日眼眼下画这样的腮红的话 提前做好晒伤的准备 即使真的被晒伤呢也看不出来哈 那这种细细的粉质呢 是比较适合今天的偏氧气少女的妆容 现在的时间是 是比较适合的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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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